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今節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首先提醒大家 雷暴警告訊號 和強烈季後風訊號 是現證生效的 我們現在廣東元朗 受著大的偏東風影響 今天來說 早上能見到多低 在維港能見到都是下降至三千米以下 我們一起看看 在現在雷達圖像看到 一度廣闊的雷雨帶影響著我們 我們預計今早早天氣都比較差 大風大雨和雷暴 所以大家早上班上學 要早點出門口 大家回拔傘 而在戶外和海上工作的朋友 亦都要更加注意安全 我們今天早上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在16至18度 仔細看看今日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會是密雲 有趙雨和有幾陣雷暴 初時雨勢有時波大 而部份地區能見到是波低 日間的氣溫會徘徊在18度左右 吹清淨的偏東風 離岸和高地吹強風 未來幾日天氣又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可以看看風場預報 預計未來一兩天 這個大的偏東風 仍然會影響著我們廣東元朗地區 而在本周中期 一度低壓槽 開始會在南下靠近我們元朗地區 到時會為我們帶來大的雷雨 所以展望明天會有幾陣雨 以及會有些霧 到了本周中後期 受低壓槽影響 開始到時會有些大雨和狂風雷暴 而氣溫亦會逐步下降 天氣說到此為止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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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